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布后发展流动电视和网络电视为香港人所熟悉 今天我们很高兴来到香港电视的厂景现场 能够大开眼界之余更可以亲身访问黄师兄 在整个拍摄过程当中 黄师兄除了会和我们分享当年在民生的点滴之外 还会用自己大起大跌的经历来面临我们人生总有出路 做事要求完美是对自己的交道 做事力求完美不代表你一定成功 有一本书你可以看的 有本书就是说 All success come and failure 所有的成功其实都是来自失败 因为你不会有一些东西一开始就会成功 其实坚持的意思就是 你失败了一次就再离 再不行就再离 经常都讲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就是爱迪生发明灯淡是失败了一万八千次之后才会 坚持那个要素是很抑制度的 因为没有人可以帮到你 而每条路都不会是这么平坦的 永远都是脱脱脱脱的 所以落到低的时候你是否可以坚持上去呢 这个是must 王先生刚刚也讲过 人生粒粒粒的 不断上去又落 其实大家都知道你在2008年的时候曾经担任过亚市的总裁 但是很戏剧性的短短12天就怀疑发生了一个被迫辞退的一件事件 但是接着你2009年就去申请免费的牌照 我想问其实你2008年在亚市经历 其实是否啟发了你跟着申请牌照呢 其实没有关系的 其实在2003年的时候 我们做香港蜂蜜的时候 其实我们已经开始了一个叫做香港蜂蜜的IPTV 2008年我做了12天没有做 跟着2009年申请免费电视 其实是完全没有什么大关系 因为2009年的申请 如果有些报章可能没有到处 其实是因为政府有些高官给电话我叫我申请 那好吧 你们说你们要开放我就申请了 其实是这样的关系 但是当然我本身是对做电视或者做创作 我觉得是很有兴趣的 我想走到50岁的时候 40多岁的时候 我才要认识自己 其实我几敢相信 你们或者现在我们见到很多站在这里的朋友 其实都未必一定很清楚自己 其实人的路很长 可能走到40-50岁的时候 你才知道 对我来说 我才知道 原来我喜欢什么 因为前半生的经历 无论是读书 或者前半生的十二十多年的工作 我才经过读书 经过工作才知道 原来我喜欢这些东西 我发觉我很喜欢做创作 就是做很多想法 将一些东西 调转想 扭转想 我觉得这些东西是 尤其是后来我证明是对的 后来我和一些编剧 开始合作工作的时候 才发觉 你们在想法很努力 我不是 我想法是喜欢这样的 我觉得 会有趣一点 所以我发觉 后来我才找到一些 我自己 喜欢做的东西 当然很后悔 总之 早十年二十年 已经开始做电视了 我想问一下 在文生读书的一段时间里面 有没有参加过一些活动 或者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经历 会令到你有这种兴趣 兴趣按 电讯方面 其实没有的 做电讯 也是似乎的 人生条路 很多时候 不是你自己控制的 但是我也觉得 其实我觉得 学生活动是 整个训练的人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因为 老师是不合听的 读书多厉害都好 其实 你问我出来做事 你读书多厉害都好 其实没有大大意思 做事 如果你问我 我做了多少人 中、英、素 就是做任大部分的工作 都是三科 中、英、素 除非我将来想做医生 我想做一些很专业的工作 当然是三科 很重要 我想做工程师 我做三科 很重要 但是 如果你不是想做一个专业的工作 其实 了解社会 无论是 理解社会 最重要是 中文、英文 因为 你多厉害都好 你不懂中文、英文 表演率低 你基本上会 打很大折扣 数是很重要的 所以中英数 就是很重要 基本上 这三个字 最后 最重要是A字 A字 刚才提到 硬力 就是说是否坚持 对我们这些五十多岁的人 最厉害你们 就是小孩子 就是不够硬力 只是拆计 你有多少方A 你有9A、8A 所以 有什么关系 我 跟外国没有关系 但最重要是 那个 银力 我 读书未必会分裂到银力 但是 在很多学生活动 你做很多经历 你在学生活动里面 我觉得 是会分裂到很多银力 基本上的感覺是你們太習慣了 關係是甚麼呢 就是很熟悉 很聰明聽話 做人怎麼聽話呢 沒甚麼用的 不用這麼聽話 所有這個世界 你看馬雲也很不聽話 你看 Steve Jobs也很不聽話 所有做大事的人都是不聽話的 老師因為要管理課堂上的秩序 因為如果你太吵吵吵吵吵 就會影響教書的進度 但是 這個不會幫到你的成長 你的成長是去闖 去做多 out of 你自己的 comfort zone 你要做的事是 beyond 你的老師 beyond 你的父母 你不是copy 你的老師 或者不是copy 你的父母 當然我不聽話的意思 不是叫你不守法 我不是叫你做一些 違規 違法的事 而是想法的那個 那個boundary 應該是可以闊一點 有時我在學校和校長開會 我都覺得太聽話 其實我霸了一句 校長也是這樣說的 校長也是說民生同學太聽話 因為校長以前也在其他學校教過 他們都覺得民生學生太聽話 我們都很想推動你們 不要這麼聽話 但是我強調 不聽話的意思 不是叫你們回學校拍院 不是叫你們回學校吃煙 那些不聽話 不是叫你們不加功課 不讀書那些不聽話 我想是活躍一點 能力的高一點 你仍然對你的事業是充滿希望 對你的慈禁是充滿希望 你對你的人生有什麼 其實在這裏做事 其實我不當是事兵 我是當在玩我的遊戲 當在玩我的人生 如果我不喜歡這裡做這些事 其實我確實 我也有少少錢 其實我可以不做的 我可以每天玩的 我只是覺得 我只是想跟你說 每一個人可以做一件事 譬如我回文生 我們有時見到一些老師 譬如陳基凱老師 隔了我 你想想多年 很多老師 一輩子都在文生 我相信 如果他們不喜歡 其實是很辛苦 現在我 你當作是創業 為什麼我買香港寬憑 因為泰國人可以數一手 因為香港寬憑是不用做的 香港寬憑是 你用與否 我都每個月收你兩塊水 你去旅行也好 你去英國讀書也好 因為你簽了兩年死約 我都要照收你 照收你兩百元 中電也會少收一點 因為如果去旅行 你家裡不開冷氣 不開電 中電也會少收電費 但我不管你 你用不使用 我都會收你兩塊水 因為上一年多好賺 但我覺得 手指已經數完 數完就數完手指了 真的太悶了 所以我賣了它 我告訴你現在很辛苦 現在是很大壓力 那真是 但是又 我覺得 我想感受一下 因為沒有這個感覺 生命是一個感覺 生命是一個感覺 你去感受你的痛苦和開心 當你沒有了痛苦和開心的時候 其實我生命停頓了 你知道嗎? 薯逸夫先生 薯逸夫先生是多少歲才開始無線電視 都四五十歲 不是 是六十歲 薯逸夫先生是六十歲才創無線電視 當然他之前是做邵氏 邵氏就是拍電影 當然電影和電視也有很大的關係 但是在48年之前的科技 沒有人會想到 每個人都會手持一部電視機 即是 講到48年前的事件 我記住 但是他都重新由頭 去闖一番新的事件 是六十歲 六十歲 可能對你來說已經想著 我退休了 繼續玩什麼 但是你見到這些聰明的人 他就會覺得 我很相信他應該 郭立法東同學 根本不是想賺錢多錢 而是想 他真的很喜歡做的 薯逸夫先生家裡有個戲院仔 大過這裡一點點 他日日最少看兩套電影 他真的很喜歡 他很喜歡那件事 即是 這樣才會做 即是不喜歡那件事 你不做得成功 我開心是因為 我感覺到我存在 我開心是因為 我感受到 我真的存在在這方面 那你覺得 我們這班 有夢想的中學生 怎樣才知道 自己做的事是值得的 或者說是對的 毛澤東教你一件事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OK 你知道是比喻不著東的 那 這句話是很真的 OK 其實剛才我再重複進去我之前的說話 其實50歲之前 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一個什麼人 我曾經有 講過一個話題叫 你都要買 即是 究竟你知不知自己是什麼 那 所以 我想是一個過程來的 過程就是做多一點 在做的過程裏面 你才會更加認識自己 試多一點 做多一點 不同的事情 不要客氣 即是 打機器可以的 譬如我兒子打機器 我可以的 你只要打18個小時 不過你麻煩你打第一回來 即是 麻煩你像那個一樣 一年可以賺五千萬的 你玩也沒所謂的 OK 問題是 玩也要很認真 或者你玩也要很認真 你不要放棄著玩 OK 而且你會 在過程裏面 你會知道 你會更加認識自己 如果你是一個爛泥的 即是 如果我兒子是一個 沒有所謂的 打 他又打 如果是一個爛泥的話 其實我說什麼都沒有用 我也不會教他做什麼 只不過是 他打的一刻自己也得到 打到自己也覺得悶 他就不會打去讀書 那我覺得 我也是 角色來說就是 你做多一點 即是做多一點 你做到你又生的活動 做到文化交流的事情 做到這些訪問 其實 做多一點 去多一點旅行 離開家多一點 無論你父母多年紀都好 儘量遠離父母 是對你的成長很有關係 其實 說實在五十多年時間 那你有沒有一些 什麼是覺得有遺憾的 最大的遺憾 就是 我很多東西都忘記了 例如呢 例如就忘記了 我忘記了就忘記了 就告訴你 OK 即是 你不會經歷到我現在 現在想的事情 告訴你 如果我今天不做香港電視 我會用我的所有精力 還有時間去研究一個產品 而這個產品是可以令人 可以由出生 記錄了所有的影像 還有一個很安全的 其他人都看不到的 你女朋友看不到 男朋友看不到 你將來結婚的部隊 只會你自己看到 而我任何時候 我可以看回究竟 我在紋身的時候 中三中四中五 那我女同學拍拖的時候是怎樣的 我現在連同學拍拖是怎樣的 我都忘記了她的樣子 那麼 大部分的老師 我都記得她的名字 但是有一兩個老師 我真的 我都不記得她 剛剛聽到黃先生你說的 其實你也有很多的事業 電信也有 現在香港電視也有 那麼 你如何去平衡 在工作上 可能和朋友 和家人之間的一些 相處的時間 但你問一個很敏感的問題 我基本上是一個工作狂 工作就是我的生活 一個主要的部份 我在這裡是很開心的 比我放假的更開心 所以 對同事來說 我認為我要上班很辛苦 但對我來說 我上班很開心 這是我的計劃 我回到家是慘了 我受苦的 那是 兩個 是看你怎樣 但是我覺得 我這樣的看法是OK的 因為其實我大部分的時間 都是工作 等於老師 或者 剛才我講 沒有特別的意思 我名字是曾經海老師 或者其他老師 你想想 八點鐘 八點半 回到晚上 可能現在放幾點 五點半 六點 七點 你想想 我有十二個小時 我經常說 他對著你 多於見他老婆 或者多於見他的子女 如果他不喜歡 見到你們 其實是很辛苦的 如果他不喜歡 那些同事 他不喜歡那些學生 正如我一樣 如果我不喜歡那些同事 或者我根本不喜歡 對著這些東西 其實你會 你每天都在想 如果你不想 如果你是一個很傻 是一個豬 如果你在想的時候 你會覺得 我為何在浪費時間 為何在浪費時間 你每天都在想 你做很討厭的工作 對著你群 不徒免花費的 真的想殺你 如果他沒有那種 passion 是說 我很喜歡 對著你這群 那麼壞 那麼壞 那麼跳皮的學生 也好 其實是 是這樣 你問我 我是一個很壞的例子 我是一個很自私 所以我大部分是 放在工作上 去尋求我自己的開心 因為我在這裏很開心 但是我只能說 每一個人 有每一個人的自己的路 你不要學我 你學我是沒有意思的 你只能拿我來做一個 reference 一個 有些傻子都是這樣的 就算了 你應該找回自己的路 去找回自己 究竟你自己是一個甚麼人 怎樣找 讀多些書 做多些事 經過多些事 那些事會慢慢慢慢 讓你內心感受到 原來我是一個甚麼人 沒有人可以告訴你你是甚麼人 只要是你內心裡面 慢慢去感受到自己 我在文生畢業 文生是一個很大的校園 而實際上 文生的環境是很舒服 比起其他地方 我想我們有的 有很多 我很記憶 同學在這六年中學六年 應該要好好用盡 學校給 無論是硬件或軟件老師 或者各方面給到你的 因為 這六年 我這樣說 我最好的朋友 我最信 我現在 我到這一刻中 我最信任的朋友 都是我的中學同學 因為那個情 和那個友誼 是最清純的 OK 要保持得很好 這是你一生 我這樣說 我最好的朋友 都還是我現在的中學同學 我很希望大家 你聰明不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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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是不需要介紹的 但在中學交通 我覺得最重要是做兩樣的事情 認識自己 和認識多些朋友 友好 他說 約 Ant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